那么说的难听点就是它就是个垃圾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眼睛腿 苹果Vision Pro即将发售 那么我也就小小蹭一下热度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是一个纯闲聊的视频 这个视频的所有观点呢 都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加上现有的资料 进行的推测和预测 说白了就是云评测 如果Vision Pro真实发布了之后呢 有非常离谱的错误 那么大家见谅好吧 希望我的观点能够符合大家的预期 首先呢我是Hololens 2 然后还有HP的Reverb G2 第二代VR眼镜 还有一个现代挺流行的AR眼镜的购买者 消费者 所以说我觉得我使用的经验 能够超过绝大部分的用户 所以呢咱们从Vision Pro的外观和卖点功能 等多方面出发 咱们一条条来分析 首先咱们来分析Vision Pro的外观和重量这方面 苹果已经说了是大约600克左右 那么这个在VR眼镜里头算是偏重的 就更别提这种极致轻量化的AR眼镜 然后Vision Pro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它的重量分布极其的不均匀 像Hololens啊或者像普通的VR的头戴设备 它的重量分布前后分布几乎是一致的 那么重量呢不会压在眼眶和鼻梁上 那Vision Pro呢后脑勺是没有任何重量搭配的 所以说你的大部分重量会压在你的眼眶和鼻子上 那么这样长时间佩戴的体验绝对不会是好的 然后更别提你还需要额外拖着一个外挂的电池 像Hololens电池在后脑勺上 然后VR的头戴的话就不需要电池 它是有线插线玩的 所以整体的佩戴体验呢 还有这个外观设计 就是这个电池的这个外观设计 在我这里是我是觉得Vision Pro是不过关的 或者说消费者的Vision Pro的长时间的佩戴体验 是不会舒适的 第二点呢咱们再看 Vision Pro当时发布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惊艳的手势追踪 还有眼球追踪 那么其实这一整套交互 在Hololens 2上面 这个四年前的设备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实现了 那么微软开发的这一套交互体验的叫MRTK3 MRTK是给开发者一套开发工具 里头包含了手势识别等操作 MRTK3也是一样的 用眼球定位 用手捏合去确定选中 就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 那么Hololens 2呢也是红膜解锁 就是你戴上它 然后它就自动识别你的眼睛 然后就自动解锁 所以当时我在看苹果Vision Pro的宣传片的时候这一套交互我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也知道它的使用体验会是什么样 苹果和微软都选择了同样的一套交互体验 所以说它应该是目前来讲的最优解 但是根据我平时的使用经验来看的话 在手势操作加上眼球的时候就会造成误触的现象 比如说我在看一个网页或者说看表格文本之类的 那么我的双手有的时候就会无所事从 就不知道我的手应该摆在哪 因为有的时候手就会不自觉的这么捏一下 或者握拳一下 或者就这样想一下 如果你在做下意识的动作的时候 你正好看向了某一个按钮之类的 那就做了一个点击的操作 所以我自己在用Hololens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我会想把手背到背到身后去 就防止进行误触的操作 包括我推测Vision Pro 它也是无法识别哪只手是你自己的 哪只手是别人的 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人紧挨着你坐 坐在旁边 那么他的手点一下操作的话 这些应该也是确认的 这点我90%确定 然后第三点 就是Vision Pro现在业界分辨率最高 画质最优秀的屏幕 那么这是优点 那么优秀的屏幕 应该会带来优秀的观影体验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选择了VR眼镜的设备形态 那么就避免不了发热 还有重闷的问题 那么比如说我戴VR头戴的话 戴一个小时 就应该是我的极限了 就是会很热很闷 然后摘下来之后眼眶这边被压红一圈 所以类似VR眼镜设备的设备形态 就与长时间的观影是相冲突的 而且Vision Pro它只支持迪士尼生态 YouTube还有奈飞都已经声明了不会支持Vision Pro 那么包括它也没有HDMI的接口 所以说你也不能接到你的你自己想要的一个输入源上面 那么第四点 其实Vision Pro还有很大的一个卖点 是聚焦在AR和MR的应用生态上 那么其实我买完Hololens 2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东西是只能在MR里实现的 而且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使用它 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场景 我想了很久 但是这种场景几乎是不存在的 至少在我自己的体验里是几乎不存在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Hololens一代的时候聚焦消费者市场 没人买单 然后Hololens二代那么就只允许公司购买了 不卖给消费者 然后第三代然后就砍了 说白了现在AR和VR除了商用的员工培训 医疗啊 土木工程建筑这些有用以外 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用处不大 或者说花了3500万美元 那么就为了那么一两个独特的AR和MR的使用场景 去购买这台设备 是极其不值的 第五点那么卫生Pro的外面还有一个显示屏 那么可以去模拟显示出用户的眼睛 苹果宣传的是用户的眼神交流 但是我预测吧 这个应该不会不会特别实现效果应该不会特别理想 说啥 那第六点咱们来聊聊那Persona 苹果推出的一个虚拟虚拟形象的一个交流系统 那么我觉得它很大概率会有恐怖股效应啊 就是大家常调侃的欢乐咒效应 用用凤大将军的话来说就是Animoji 或者你我表情用的挺好的 干嘛搞这个逼真的虚拟人像 你我表情或者Animoji这一套系统当时在推出的时候 我觉得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 因为各种肌肉的捕捉 还有这个人物脸部的动作 都是非常非常像的 就没有任何的恐怖股效应 然后实现效果也非常不错 就就有一种人人人人都是这个迪士尼动画的那种感觉 在Persona正式推出的时候 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苹果是无法完全消除这个恐怖股效应的 应该应该会看的会比较奇奇怪怪的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那苹果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呢 是极致啊优雅的一个一个印象 但是Vision Pro在我的分析和这个推测之后呢 我感觉最后这个产品是与这个印象所冲突的 那Vision Pro给我的感觉就是苹果想把这三个设备融合在一起 就我全都要 但是最后结果大概率是什么都做不好 那么说的难听点就是 他就是个垃圾 或者目前对消费者来讲 他就是个垃圾 Vision Pro在硬件上做极致堆料 用最好的硬件 但是体验不佳 那么对我来说 打工人来说 或者对于马农来说 这种场景再熟悉不过了 极致堆料最好的硬件 那么这不就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工具 那么这就目前体验不好 那管它呢 是不是 反正也没有消费者会买 是不是 给你堆足了硬件 你之后以后开发更好用的应用 消费者自然会来买单 我觉得苹果现在就是这么想 在最后 那么我真心希望我这个视频的预测呢 都是 都是错误的 在Vision Pro正式发布之后 我希望大家来打我的脸 如果Vision Pro发布之后 我的预测或推测是 比较符合你的预期的 或者说是不分正确的 欢迎来给我这个视频广告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给我投币点赞 三个言 还有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视频再见 继续